来看小米董事长雷军话题不断 居然是跟黄晓明合作拍起了电影 另外4月8号米粉节要登场了 只是这同一天 宏达电也要在北京办发表会 王雪红要亲自站台跟雷军互别瞄头 熟悉的经典对白 引擎黄晓明再拍新戏 上演对手戏的这一位由头总裁 居然是小米创办人 雷军 换上一身教父打扮 还留了小胡子 雷军变身演员 坦诚毫不习惯 我觉得演戏还是蛮刺激的 刚才台演的这个演身特别好 从上台带动人气到化身为演员 雷军成为小米最佳代言人 而产品也跟他一样 话题不断 很薄的很轻 扔给你 扔给你会杀货了 小米成立五周年将在4月8号办起米粉节 包括台币3000块的红米手机2A 跟55寸的小米电视2 等五大新品大陆开卖 台湾也有红米手机2等等 四款新品限量特卖 预料将再度上演秒杀的饥饿行销 自己看到就很像一个珠宝一样 但是你事实上是一个 我觉得让我自己看到都很爱不释手 就在4月8号同一天 红达电也将在北京举办发表会 新执行长王雪红跟财务长张嘉玲 同场现身 发表大萤幕M9 Plus跟E9 红达电机海战术也充足好成绩 三月营收超越200亿 带动第一季的裁测超标 南韩手机大厂LG 也在这时候提前丢出4月28号 才发表的居簧4G影片 看来不管是小米或红达电 甚至LG 手机大战一点都不肯退让 东产新闻卷张博祥众报导